Hello 大家好 新年又快就來了 Mama Tsing在這裡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願意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蠔豉法菜 希望大家喜歡 材料就是 200克蠔豉 50克法菜 兩粒紅棗 已經撕掉了 1湯匙豉油 半匙鹽 冬菇粉 半匙胡椒粉 1湯匙蠔豉油 蠔豉 1湯匙鹽 1湯匙薑 切片也可以,切碎也可以 一匙羹的糖 材料就是这么多 200克豪豉 我就已经腌了 最好腌一下腌煮 让它入味 大约腌半个小时至1个小时 如何腌呢? 我就放一匙羹的黑油 半匙羹的豉油 半匙羹的糖 还有冬菇粉 淀少许胡椒粉 就炒进去 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放一点油 爆上薑和蚝 和豪豉 现在我倒入薑 爆上薑 和豪豉 现在我倒入薑 和豪豉 现在我倒入薑 和豪豉 和豪豉 很容易煮的 豪豉法菜 就炒一下豪豉 和豪豉 和豪豉 一会儿 后来倒入薑 和豪豉 和豪豉 混合 放入薑 和豪豉 把香蕉浸出 家裡醬料 爆炒了幾分鐘就一剩 香蕉了就一剩 然後把魚鹽和松茄粉加上發菜 再加半碗水 加半碗水 炆一下 再加半碗水 再加半碗水 再加蠔油 蠔油 糖 加半碗水 再加半碗水 再加半碗水 加半碗水 然後我們加一點胡椒粉下去 剛才我們加了胡椒粉下去了 待會就打一打個圈 Corn Starch Solution 不要用不著煮 看差不多好了 打一打Corn Starch Solution 然後我們加一大小匙的麻油 一大小匙的麻油 讓香味 因為香味很大 不過是Miss 它的香味很多 放入蒜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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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好了 我放上去給大家看 放入蒜蓉 現在就是蠔豉發菜 希望大家喜歡 大家分享 再見 拜拜 你給個like 是給你喜歡 還有訂閱 OK 再見